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曾经在去年大言不忏地承认 说自己就是发动喜来登政变 推翻西蒙政府的幕后推手 现在虽然安华结合各政党联盟组织的团结政府 已经掌握三分二大多数的国会议席 但昨天哈迪还是言之早早重复地预告 说团结政府撑不了多久了 安华政府很快就会倒台 那哈迪昨天下午在国会下议院辩论的时候表示 他相信由安华聘仇而成的团结政府将会倒台 而如果西蒙真的再次丢失政权 就不能怪罪于反对党搞事 因为团结政府本来就是根基不稳 而相隔八个小时之后到了晚上 哈迪在吉隆坡出席论坛的时候再次放话 说团结政府随时会倒台 那一而再连环地发出风声 说团结政府将会倒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哈迪就没有进一步说明 只是说坏了 国盟跟伊党重新执政的日子不远了 那哈迪这么有信心 难道喜来登政编2.0真的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只等登峰吗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昨天晚上在吉隆坡出席对话会时 被主持人问到国盟和一党什么时候才能领导国家 哈迪表示根据他的预测 国盟很快就能重新执政 哈迪说国盟很快就能领导国家 换句话说首相安华的团结政府将在近期内倒台 而哈迪说完这番话后还一阵大笑 之后就没有再给更详细的说明了 但其实在对话会开始前的七个小时 哈迪在国会辩论2023年财政预算案时已经警告 要是政府真的倒台那就别赖在反对党身上 要怪就怪团结政府的根基不稳 哈迪一天内重复警告 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很快就会倒台 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是不是又在暗地里策划些什么 给外界留下许多想象空间